請先講一下就是第一局的開局的狀況 是有點緊張嗎?還是 當然還是有多少緊張感 然後 今年的賽季就 失敗最大的原因也是像今天這樣 就是 開局沒有其實緊張 因為賽季很常出現這樣的問題 所以從第一局就這樣子 那 這可能就是我這次修賽季要找出來的 然後休息一下 我想 他自己 也想把自己表現拿來 畢竟他還在錄 他還向表現給其他那些圍牌 因為他第一局的話 球是比較高一點 考量到那時候 第二局在讓他投的原因是嗎? 因為第二局讓他圍牌有化解 然後 稍微繼續讓他圍牌 投手的牌力還有能力的比賽 所以一局 那時候跟譬如說 教練商人還可以繼續 第二局如果 沒辦法控制的話 就這樣 因為那時候國好 其實還剛開局 就開始在準備速度可能 聯想到這麼快速度 也要讓他準備 接下來 這個比賽結束之後 自己有些什麼規劃嗎? 就是跟小聰去這樣 好好練習 然後好好看一下 今年 為什麼要這樣子 好 謝謝彥晨 加油 謝謝